各位親愛的東方名家的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非常高興啊 我是令偉賢 再次接著東方名家的邀請 在我們這系列叫做魅力口才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如何說話 好好說話 把話怎麼樣 說好 跟大家談一談 如何輕鬆開口 自信 說話 如何魅力表達 自在溝通 那我們在上一期節目當中呢 已經談到的說話這件事 重要還是不重要 重要 而且是非常的重要 那麼這一集開始呢 就開始來有系統的一步一步來啦 就是怎麼設計一個好的演講的什麼 開場 OK 那麼因為你很清楚喔 假設今天你站上去的時候 你講的第一句話 就可以吸引住在場所有人的興趣 而不是等到第二句 而不是等到第三句 而是第一句的話 您覺得這個說話 大家會不會聽下去 會不會 會喔 因為大家的時間是怎麼樣 有限的 注意力也是什麼 有限的 所以你必須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能夠一下子抓住他 這很重要 那麼要怎麼樣呢 把一場演講 或者這個談話做得好一點呢 就要選擇一個好的什麼 開場白 那麼這個開場白 就可以邀請你的聽眾怎麼樣 進入你的主題 那麼開場白的總類當然非常多啦 只要你好好的運用的話 都會發揮一些不錯的功能 所以等一下我們做一種討論 那麼第一種開場白就是先什麼 讚美 人性是喜歡讚美的還是不喜歡讚美的 喜歡讚美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對台下的觀眾 做一番讚美的話 也不失為一種怎麼樣 引發他們共鳴的一種方式 對嗎 因為人都是有這種被讚美的 需求的 好啦 那自己在讚美的時候呢 不管你在公眾還在團體裡面 溝通的時候 有一些小地方 你可以注意到的話 那麼一定可以為你做一些加分的工作 那麼哪些小地方呢 來一開始第一個 做好事前的準備功夫 舉例 在上台之前做一點點功課 或者根據現場的反應 來做一點怎麼樣 反應 才不會變成呢 所有的讚美呢 都是一成不變的 而讚美最核心的關鍵 就讓你的觀眾覺得他很重要 還是不重要 當然覺得他很重要 他就會給你正面的什麼 回饋 所以舉例例來講 類似像這樣的開場 各位親友伴大家好 好 哎呀我今天真的很高興 到這麼多地方去演講 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地方 向在場的夥伴們 給我這麼積極的熱烈的回應 所以在場的夥伴們 都是我們最有支持力 最棒的一群聽眾 今天又得到最好的結果 我們是給這麼棒的夥伴們 再一次最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OK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很清楚喔 我們讚美的是 他們是有熱力還是沒有熱力的 有熱力有支持力的 對吧 所以讚美他們按照他們的情況來做 這是很重要的 舉例好了 各位今天如果你到海耳電腦 你去演講的時候 針對海耳 你去的時候 要不要讚美一下海耳的員工 要不要 要啊 如果你今天讚美是海耳的員工 海耳的員工會不會覺得更受到尊重啊 舉例 各位海耳的夥伴們大家好 好 哎呀今天真的很高興 我們在看到底誰是中國的驕傲 到底誰是讓中國的千家萬戶 都能享受到最現代化的產品 我每天在家裡面打開海耳電冰箱 把衣服送到海耳的洗衣機 看著海耳的電視的時候 我都在想 這是中國的驕傲 到底是哪一群工作的夥伴們 哪一群無名英雄創造了今天海耳 造成世界級的榮耀 原來在場的夥伴們 你們就是這一群中國成功背後真正的無名英雄 我們跟在場的英雄們再次致敬 這話講完你猜他們自己會不會拍手啊 所以你們不是海耳所以不拍是吧 哈哈 ok 一定會的 好疑問 所以要針對你的什麼 對象 各位有沒有 針對你的對象去做一點準備 這很重要 他們覺得自己很重要 我是中國的什麼 無名什麼 英雄 ok 好各位 再來第二個要發掘他人的什麼 價值 我們剛才講做一點主題 第一個是發掘他們的價值 舉例 這個麥當勒演講開場白 如果你去麥當勒演講啊 一開場的時候你就這麼講 你說 每一年 不知道有多少人吃過你們的漢堡 不過 我是其中少數幾個人 可以親自跟你們來表達我的感謝的人 真的謝謝你們 可以提供這麼方便 這麼好的服務 讓我們每一天都享受美好的一天 哇 你這樣講完之後 那些麥當勒員工會不會覺得自己很重要啊 自己有沒有價值啊 他有價值 但每天再帶給別人更重要的東西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己所屬的家 我們最大的努力 就是希望我們的家人可以獲得更大的保障 喂 就是說我們會一直不斷地強調它的重要性 再舉例 你跟一群保險業務人員做演講 你說啥 你說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自己所屬的家 而我們家裡面 有我們的家人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最大的努力 就是希望我們的家人可以獲得更大的保障 而今天我到這個地方來 就是要謝謝你們 因為我們全家的幸福 我的朋友的幸福 我們整個社會的幸福 都來自於我們沒有後顧之憂的保障 我們才能擁有自己真正的幸福 為在場所有的 帶給全世界的家庭幸福 帶給社會安定 帶給國家進步的幕後最大的工程 保險的業務專家們 再次的為各位至上最深的敬意 然後你一舉功 那你猜這些保險業務員會不會拍手啊 會 你們又不是幹保險 所以又沒拍手了 對不對 會 就是說我們會一直不斷地強調它的重要性 人們一旦覺得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 價值 哎呦那做起來就不一樣了 再來第三個 你可以引用別人的什麼 讚美 夠理解吧 引用別人的讚美 舉例 比如說我去北大演講過 當我們現在在北大演講的時候 一上北大演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蛤 對不對 在我來到北大之前 昨天晚上我跟一位教授在聊天 這位教授知道我今天要到北大來演講 他特別告訴我 他說你要去演講的這群對象 是全世界最精英的中國人 都在北大的演講的課堂上 林老師 你一定要好好的準備 因為那群學生都遠遠在你之上 對 那你這樣講完之後北大學生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 會覺得自己重要還是不重要啊 重要 他們都比我厲害 他們在看我怎麼講 對吧 但是在某種角度裡面就是 你要知道這是別人講說北大很重要 不是怎麼樣 我自己講這叫介花什麼 憲佛 OK有時候通過第三者的讚美會很有用 再來 用一個鹹魚性的開場 來抓住大家的注意 什麼緊張鹹魚就是有點怎樣 怪怪的聽起來怪怪的那種感覺 舉例比如說 哎呀各位我敗真的很抱歉 我們今天到這個地方來 不過各位呢 這個地方來錯了 因為你們並不是在聽演講了 今天的演講已經取消了 說人怎麼樣 啊 暈倒了 什麼演講取消了 不過我們真心的溝通開始了 OK 了解的意思嗎 演講已經什麼 取消了 可是真心的溝通已經怎樣 開始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 讓我們好好的來 溝通 所以你那個演講已經取消了那個部分 會不會抓住很大家的注意力 會不會 會喔 那怎麼去抓住很大家的注意力 最主要就是拋出一個什麼 問題 這也可以 各位現在不用 我們現在需要你幫我們一個忙 就是我們現在這檔演講 如果不辦了 那應該怎麼辦 大家會想說 對啊怎麼可能不辦了 會怎麼辦 讓大家來注意 OK 讓大家來造成一種程度的吸引力 這個很重要 OK 舉例 那麼我們很多時候也是一樣 你可以講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可是故意講得怎麼樣 很複雜 譬如說在一場演講 一開始的時候說 請問在場了 請問2加2等於多少 大家一定會在想說 這麼簡單的問題也需要問嗎 因此剛才沒有回答 人都在幹嘛 有詐 這裡面有問題 我認真想一下 2加2怎麼樣 到底是多少 對吧 好啦 所以當有人講了4之後 我們就說什麼 是嗎 還有沒有其他的答案 大家就會怎麼樣 不是4嗎 這不是簡單數學嗎 還有其他的答案嗎 我們就說什麼 我們說是的 數學上看起來最表面的邏輯 2加2等於4 可是 在一個公式裡面 兩個部門跟兩個部門加起來 有的人只剩下兩個部門 有的人剩下沒有半個部門 因為績效都不見了 但是有的人 兩個部門加兩個部門 變加起來會變成有 八個部門 16個部門以上的績效 今天要跟各位來討論的 就是如何2加2可以大於4 非常歡迎各位進入我們今天演講的主題 說我們如何提升我們團隊的效益 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林偉錢 開始跟各位來討論 各位了解嗎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法 好像說故意拋一個問題 讓大家怎麼樣 稍微去想一下 再來你也可以用小故事怎麼樣 來開場 用小故事開場的是最容易什麼 打動人心的一種方式 故事可以來自於你平常所閱讀到的 舉例好了各位 其實你不要想說故事喔 請教一下 基本上 大家有沒有聽過的故事叫做龜兔賽跑 有還沒有啊 有 請問 龜兔賽跑 拿來講成功 有什麼可以講 可不可以 龜兔賽跑跟成功有什麼關係 有 要學習什麼啊 學習 孤龜什麼啊 堅持的精神 避免兔子的怎麼樣 驕傲 後來造成的什麼 失敗 對不對 好啦 OK 那再請教你 請問龜兔賽跑 各位拿來講人際關係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如何講人際關係 龜兔賽跑跟人際關係有什麼關係 蛤 我們一個人 在成功的時候 要不要同時也幫助別人成功 烏龜經過兔子的時候 應該把他叫起來 有沒有 各位 你可以自己去把這個故事做任何的怎麼樣 可能的連結 只要您開始去想 他就會發生什麼 關係 所以我經常講的話 我說有關係怎麼樣 找關係 沒有關係怎麼辦 強迫他發生關係 不是創造 來再講一遍 有關係找 關係 沒有關係要怎麼辦啊 強迫他發生關係 這真的是 因為任何東西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基本的連結點 所以你可以就現成了既有的故事 也可能在報紙再看到一個故事 舉例 哎呀我也是很感動很感動 我忘掉在哪一個城市了 他們報道了有一個孩子 他因為得的蠻嚴重的病 然後已經在一段時間之內就會離開人間 然後他因為整個壓迫的關係後 他的眼睛已經慢慢看不到了 然後這個孩子說 他最重要的是 希望能夠去天安門參加升旗典禮 各位有看過這個報道嗎 我忘記在哪個城市了 然後長春是吧 OK然後就說整個長春市裡 大家就幫了他這麼一個忙 他們就帶著他 就打上了車 那個車子故意在整個長春市怎麼樣 繞一繞繞繞繞繞 繞了非常非常久 繞到能夠到達北京那麼遠的距離 然後在一個學校裡面對吧 然後找了很多人 包括有真的是升旗的這個騎兵啊 那找了很多人 就佈置得好像天安門一樣 因為這個孩子眼睛已經不太看得到了 知道吧 然後就很多人 他們為了要幫助這個孩子 感受一下 什麼是在天安門的升旗典禮 甚至還怎麼樣 還故意找了很多人來 用很多不同的口語 不同的口音 因為天安門前有這麼多 各種不同的省 來的這個什麼 這個同胞們 在這個地方 來參加這個升旗典禮 哇 弄得非常非常感動 碩人在那個地方 然後最後這個女孩子 當當時整個大會宣布說 升旗典禮 的時候 這個小孩 他也升旗的怎麼樣 他的手 已經扭曲得不成形的手 因為他事實上手是很辛苦的 全身都已經 受到很大的傷害 然後他就用力的怎麼樣 舉起自己的手 然後來個怎麼樣 向他敬愛的主 國家敬愛的國旗 什麼 來敬你 各位 像這樣的一個話題 這樣子你隨時從報章 從雜誌上 經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小的什麼 故事 如果你可以在任何時候 在看到他的時候 就剪下來 收下來 錄製下來 那麼在您平常要用的時候 會不會很好用 各位 會不會 很好用 太多素材都有了 都可以用 那當然一個故事 不需要用很長的時間 大概你可以在一開始 大概兩分鐘 三分鐘之內 講完了一個故事 就是最好 OK 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 同樣做一件事情 有的人事半功倍 有的人卻事倍功半 那麼如何才能營造一個好的演講開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唐出發 今天很高興 然後跟眾多同伴在一起 要教的怎麼樣來做一個更優秀的 你們 謝謝大家 接下來 李瑋賢先生 將帶給我們更多啟示 好了 那麼當然 如果說我們能夠把這個東西的開場 基本上可以準備好的話 那麼再來一個就是 你上場的那一刻 你的態度 要是自信的還是不自信的 自信的 你是要很從容不破的 還是很緊張的 很從容不破的 所以一上台的時候 讓大家可以把眼光怎麼樣 吸引到你的身上來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來各位 我們現在呢 要做一個非常簡單的演練 OK 這非常簡單的也是讓你知道說 如果今天你有機會啊 當人家請你在上來說話的時候 大概你是怎麼一個狀況 以我自己來說 我自己來說 大概有這麼一個習慣 就是本來我可能是坐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坐著 然後當這個主持人開始介紹了 現在讓我們邀請我們的林瑋賢 林老師來跟大家做分享 他邀請到我的時候 我不會像猴子一樣 一個跳起來 然後就趕快怎樣 衝上去不會啊 這個從容不破 這個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當我們邀請這一掌聲 歡迎林瑋賢 林老師 我會先聽到掌聲 然後掌聲響起來的時候 我再怎麼樣 站起來 站起來之後 我會告訴我自己說 嗯 是的 我將會帶給你們一場非常棒的啊 演講 然後我會把自己的腳怎麼樣 拉高 因為你可以注意一下 女孩子穿高跟鞋的時候 是不是特別有精神啊 那就是因為後腳跟怎樣 背抬高了嘛 所以就這樣子走嘛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喀喀喀喀喀喀 就這樣子走嘛 各位大家有這個概念嗎 所以基本上 我就會墊高自己的腳 當我一墊高的時候 精神怎麼樣 就上來了 所以一墊高 然後深吸一口 什麼啊 氣 知道嗎 是的 這是最棒的演講 那我就怎麼樣 很認真 從容不破的走到台上 當我走到台上來的時候 我不會先急著什麼啊 說話 要先環視現場的人 先聆聽一下這樣的什麼啊 掌聲 各位懂嗎 掌聲難得 所以多聽久一點是OK的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說話 啪一個時候 那個怎麼樣 就會打斷掉了 OK 然後再開始怎麼樣 做你的開場白 OK 這是很重要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練習一下 從右手邊第一位夥伴開始 OK 請問您的大名是 張龍 張勇 張勇是吧 來各位 請注意喔 您這裡就是您的講台 在這個位置 所以呢 我們來示範一下您的做法 OK 好 各位親愛的夥伴們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也非常榮幸 可以邀請到我們的張勇老師 來我們進行一場演講 我們現在用熱力掌聲來歡迎我們的張勇 張老師 來 掌聲沒了 然後 給大家說話 預備 已經開了 說就可以了 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啊 來到這裡我是 可以說是一生當中第一次 面對這麼多優秀的人士在場 謝謝大家 讚美了沒有啊 很好很好 表現太好了 慢走 拜拜請回座 OK 我們剛看他張勇 張老師非常棒 做對了什麼啊 第一個上來 先看一下大家 謝謝大家 同時有沒有讚美大家 有 他說這一生怎麼樣 第一次在這麼多優秀的人士面前 什麼啊 來演講 對吧 這個就是剛才所做的 一個很簡單 所以叫到你的時候 你不要先急著跑出來 聽一下掌聲 然後怎麼樣 再走到前面來 萬一掌聲沒了怎麼辦 還是要慢慢的走過來 OK 因為你可以感受一下 這一路 在走的過程裡面 從你的位置 走到台上的過程 剛好是一個做什麼啊 準備的時間 各位了解嗎 來這位小姐 你的大名叫做 唐書芳 是吧 來各位 各位親愛的伴伴們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也非常榮幸 邀請到我們的唐書芳 唐老師 來我們演講 如何成為一個魅力 而有自信的女人 我們掌聲歡迎唐老師 各位掌聲不對 直到老師上台為止 好 謝謝老師 大家好 我是唐書芳 今天很高興 能夠跟這麼多同伴在一起 來教了怎麼樣 來做一個更優秀的女人 謝謝大家 OK 好 謝謝 來 只有一個小事 我們站上來的時候 像剛才我們第一位老師 跟第二位老師 上來的時候 第二位呢 鞠躬OK一點 第一位的鞠躬的幅度怎麼樣 就非常大了 上場了之後跟他說話 就十五度左右就OK了 點頭致意十五度 因為我們畢竟 我們不是相聲演員 我們也不是呢 這個歌星 你看那個歌星演唱會 結束的時候 謝謝 謝謝大家 有沒有 就把他頭怎麼樣 埋到自己的下令去 OK 謝謝大家 其實不太需要 表達者 OK 你上來的時候就是很衝容不破的 說話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練習 所以各位 當你上來為什麼你要怎麼樣 很優雅也好 很有自信也好 很莊重也好 因為在你走入的過程裡面 就應該在吸引大家的什麼 目光 所以你走上來之後 你就要有自信了 來 想像一下 你走到麥克風前面的時候 臉上都是很緊繃的 一直到開口說話 大家才能注意到你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 哎呦很痛苦 可以這樣走上去的時候 一路上 就怎麼樣 很自然 很衝容不破 而且帶著笑容 大家會不會覺得 你還沒講話就去奴目什麼啊 春風 各位了解吧 這個是重要的事情 OK 再來另外一種開場的方法 可以引用名人的話怎麼樣 來當開頭 這是最有用的 其實有某一些話老實講 我們自己也懂對吧 可是講上是名人說的 感覺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比如說引用魯迅說過的話 或者舉例引用什麼雷風 各位了解這個概念嗎 好啦 就大家所熟悉的人物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很熟悉 各位再舉例好了 甚至你上來的時候 我真的不騙你啊 你有時候會有些開始是很有趣的 就除了引用名人的話 之後開頭之外 可以引用什麼 引用大家共同的記憶 來作為開場 引用大家共同的記憶 因為每個人都曾經有一些共同學習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從小不是在 在祖國長大喔 所以我在這方面的記憶 就跟各位的記憶不太一樣 不太熟悉 不過我記得你們在讀書的過程裡面 都有一個很有很有這個力量 算是一種大家應該都會吧 就你們在談到 毛澤東毛主席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一個很短的類似俄歌這樣的部分 對吧 我愛北京天安門是吧 大家都記得嗎 1 2 3 GO 我告訴你 你到北京演講講這個特別有用 你就一上去 啥都不幹 這個就開始了 我愛北京天安門 我問你 北京天安門就說 怎麼來這個 你說是呀 我這次來的時候 經過天安門的時候 就想到 然後就怎麼樣 就開始了 各位懂嗎 有一些是屬於你們共同的什麼 回憶 只要是共同記憶 不管是共同的兒歌 共同的任何的東西 共同的故事 共同的分享怎麼樣 都可以 那個都會有精神 各位你知道嗎 舉例 譬如說像我們今天講話的時候也這樣 譬如說OK好 我們說這個孔夫子說過 有朋治 遠方來 不義 樂虎 對嗎 這種感覺事實上這個話我們自己也可以講 可是加上孔夫子說的就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引用一些格言是有用的 好各位再來 讓聽眾很緊張 然後怎麼樣 再往下解釋 OK 那麼你再繼續講 這樣也可以 舉例 有人這樣開始 他說一開始的時候他就問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17個國家 他們的奴隸的制度 還沒有取消 就還有奴隸 就以前這個美國不是獨立戰爭 為了解放黑奴嗎 對吧 奴隸制度怎麼樣 還沒有取消 這樣一說他就 真的嗎 不可能嗎 現在是為了奴隸嗎 接下來你再問說 怎麼奴隸制度有17個國家 是嗎 會是哪一些國家 這些聽眾怎麼樣 心裡面就有一連串的問號會 跑出來 當他有問號的時候 他就越想要了解還是不想了解 想要了解的時候 他就會關注你 就會注意聽 OK 再來從反面開始怎麼樣來說起 簡單講 就先埋下一個伏筆 你說各位 今天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這個演講 不是為大家所準備的 事實上今天來的人 我可以說都是來錯了 各位了解嗎 大家一聽說 怎麼會 怎麼可能我們是來錯了呢 是的 為什麼你又來錯了呢 如果你今天到這個地方來 跟平常一樣 只是來聽一場演講 做著聽的話 那麼您就來錯了 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只要去造成說 他就會去想 跟自己有關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怎麼樣 都會開始來關注 再來 有自己說話的時候 可以引用前面一個人 做演講的話 來做為什麼樣 你自己相對的開場 OK 好是的 那在剛才董事長 做開場支持的時候 提到的裡面 有一段話 講到了未來經濟的發展 讓我真的深有什麼 所感 我們是不是可以 董事長剛才這麼精闢的分享 再給他最熱烈的掌聲 鼓勵一下 記得嗎 OK 所以把前面的怎麼樣 直接引進來就可以用了 再來 我們可以在這個說話的時候呢 可以講一些內容 就是說比較有刺激性的 OK 比較有這種警告性的效果 也可以 比如說第一個 宣布型的警句 比如說這邊 請各位注意 在各位之中 今天晚上 很可能 會有一個人 沒有辦法 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裡 各位 這句話不會讓那些聽眾 開始心頭一揪啊 不會是我吧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 平安的回到家裡 各位了解嗎 接下來這個人 他就說什麼 因為 在北京市 現在每個人 或者在什麼城市 對不對 走在路上 發生交通 事故的比例 是五百分之一 我們今天有五百位聽眾 坐在這裡 當然我知道 在場的五百位都在想 那會是我嗎 我可以說 只要您注意一下這幾個要點 那麼我肯定 那將不會是你 各位了解嗎 所以這樣講完之後 大家有沒有吸引到你的注意 做一種宣布性的這種警句 OK 好啦 那麼如果各位知道了 第二種是質問型的 當然是用宣布的 你們會有人會回到家 第二種是質問型的警句 OK 質問大家 就是問大家我在做什麼 舉例 各位親愛的夥伴們 當我被指名到這個地方 來進行這場演講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著一件 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 這場的夥伴們 有沒有人知道 我在想的是什麼事情 各位理解嗎 大家有些時候 對啊 什麼事 我也去想一下 OK 我也想一下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以上這些呢 是最基本的開場的一些提醒 說可以用哪些東西來做 最簡單的開場 大概就是做下這三件事 這是我最經常用的最簡單的開場 大概就是做以下這三件事 剛才那些東西可以丟進來 而以下這三件事是很重要的 叫做 問兩個問題 感謝兩個人提兩個背景 一開始為什麼要問兩個問題 因為當你問問題的時候 你的聽眾就會去什麼 失所 各位了解嗎 就造成你顧客開始來參與 造成你的聽眾開始來參與 可是問問題 不是只有像一般這樣的問法 OK 舉例 我想在場伙伴們 很多時候的情況之下 都會在問 問說自己到這個地方來 到底要做什麼 他會問 離開這個地方之後 到底能夠得到什麼 各位 這是不是問兩個問題 任何其他人只要問問題 他就開始去想 再問問題之後 開始要怎麼樣 感謝什麼 兩個人 感謝兩個人只是一個提醒 簡單講 你就是要感謝 為什麼 因為感謝的人都可以拉近你 跟他們之間的什麼 距離 舉例來說 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各位可以接受我們張總的邀請 到這個地方來參與今天的分享 所以首先 大家請用熱點掌聲 來謝謝張總 是不是 感謝兩個人 其中一個對不對 OK 再來 我真的要非常感謝在場所有的伙伴們 因為是你們這麼卓越的聽眾 才能讓我有機會 來跟各位做這麼卓越的分享 所以感謝大家 各位 這是不是感謝 感謝的時候就拉近了什麼 距離 那如果你啥都不能感謝 感謝產品也可以啊 要這些概念嗎 所以一定要記住 前面那些元素可以拿來組合在我剛剛最後講的這三句話 重複一下 第二個叫問兩個什麼 問題 感謝什麼 兩個人 再來提兩個什麼 背景 為什麼要提兩個背景 這句話的重要性是為了贏得說話的資格 win the rights win是贏 right是權利 贏得說話的資格 贏得說話的權利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他會開始問啊 舉例 你要告訴大家說如何成為百萬富翁 我請教你 台下人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你是百萬富翁嗎 對不對 你告訴別人如果成為一個成功的總裁 開始問你是一個成功的總裁嗎 一定會的 你告訴大家如何搞好行銷 大家開始問你有什麼行銷的背景 可以來教我怎麼搞好行銷 毫無疑問 這是人們一定都會問的最基本的關鍵 所以當你上去的時候 要針對自己所講的主題 做一些適當的背景的說明 舉例 我就會這樣看 OK 好 各位在場朋友們大家好 好 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可以接受我們張總的邀請 到這個地方來跟大家分享如何成為銷售戰將 所以首先非常謝謝我們本身也是銷售戰將型的 張總的邀請 同時我們要來謝謝在場這麼多知道全國最優秀的銷售戰將們 因為是你們讓我今天到這個地方來的演說變得特別有挑戰性 我再請教一下在場的朋友們 你們每天都在從事銷售跟營銷的工作 那麼問問自己銷售跟營銷最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想一下 再來貴公司第一名的營銷戰將跟最後一名的營銷戰將 當中最大的差別又是什麼 我想從最後到第一的這個過程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韋賢第一次幹銷售工作是在1994年 那時候家裡面想要買一間屋子 我的媽媽帶我去看了那個屋子 看了之後呢很羨慕地走出來 我媽媽說了一句話說 哎呀我們看過別人的大屋子了回去住自己的小房子了 那時候我以前感覺到媽媽真的非常想要這棟屋子 所以後來找了我的爺爺也去看了這棟屋子 我來幫我的爺爺在那個房屋子裡面的客廳 然後他的這個廚房他的房間他的陽台都拍了照片 回來之後問我自己說 這就是我要給我爺爺給我全家人住的屋子 而這個屋子會是今年明年後年還是十年後 當年我的爺爺78歲 我知道我爺爺一定可以活100歲 所以我告訴我自己 如果十年之後才能買這個屋子 我爺爺只能住12年 如果五年後買這個屋子我爺爺可以住17年 我來問我自己 我為什麼不能夠此刻就買下這個屋子 所以後來1280萬台幣屋子的錢 我借了500萬的頭期款 銀行貸款的780 我在一夜之間成為負債1000萬的人 展開了我第一棟屋子購買的行為 而現在我已經有10棟屋子了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透過銷售 在第一年就還掉我第一棟屋子全部的費用 希望跟各位來分享 也請各位多給我指證 各位講完這些話之後 針對你要談銷售有沒有幫助啊 有啊 因為我覺得靠銷售幹起來的啊 做到這所有的工作 OK 所以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在場這麼多朋友們 怎麼積極大家一起共同來參與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最重要要問兩個 問題 了解聽眾的需要 感謝 兩個人 拿近你們的距離 提兩個背景 贏得說話的資格 我是李偉賢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在下一集節目當中 跟大家繼續來看一看 開頭有了 內容應該怎麼講 謝謝東方民家的邀請 那我們一起來輕鬆開口 自信說話 魅力表達 自在溝通 我們在下一集的魅力口家當中 跟大家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